投一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喔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不可能是第一階段的任務大概結束了啦 就是激勵演講啦 安撫人心啦 那第二階段就是向外國求援嘛 那主要是軍援 那顯然就卡住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那個軍援啊 我有看到一些報導啦 說到目前為止俄羅斯還沒有用 還沒有去阻止那些軍援進入烏克蘭 事實上有一些已經運進去了 可是未來很難講 那個報導他也直接講 他說未來這些軍援進去烏克蘭會不會被炸毀 沒有人有把握 所以你可以看到波蘭非常謹慎嘛 因為美國就去仲介這個事嘛 所以你把俄羅斯規格的戰鬥機 支援烏克蘭然後我用F-16來補你這樣對不對 而且那個F-16還是本來要給台灣的 對據說是 不管怎樣結果波蘭不敢 波蘭說 除非我能夠代表北約 不然我不可能單獨做這件事 他顯然就是怕俄羅斯嘛 那未來俄羅斯我估計他會對軍援 越來越嚴厲了 因為你的武器還是要運進烏克蘭 可是坦白說那個都是重裝備 那是很容易被發現的 那很難隱匿啦 你講這個部分我好想到德國不是就是 有一批他就說那個要怎麼樣運進來 都覺得有困難 所以這個才是難處 事實上前一陣子真的有點 俄羅斯有點爭一眼閉一眼啊 所以你就看到 可是未來如果說比如說刺針飛彈啊 我們最近都看到刺針飛彈 真的射下來俄羅斯一些飛機喔 因為他們沒有警覺到結果飛太低 甚至有一架是 就是三千米被打下來的 那刺針飛彈的那個射程 大概就最多就是四千米啊 結果你竟然在三千米被打下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對這一些軍援 開始警戒啦 這是第一點啦 所以 哲羅斯現在的第二階段的任務 恐怕是有點卡住了 那軍援如果是重武器拿不到 那就是接受志願兵嘛 那志願兵目前有一些國家已經陸續抵達 美國聽說就鞠了三千個 那都是退役軍人 都是受過訓練的啦 不是臨場佐那一類啦 都是很有經驗的 就是可以立刻參戰的那一種 那可是有一些國家就是很警覺 比如說韓國 韓國有一個跑過去了 那韓國政府就立刻說你回來 會受到懲罰 823萬 對 所以四常日本韓國就很警戒啦 坦白講也怕這個會得罪俄羅斯啦 所以我覺得責任司機如果第二階段 沒有辦法順利得到外援 那還有第三階段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談判 是 你怎麼跟普丁能夠談出結果 那這個部分是像近平剛剛講的那兩大原則啊 就牽涉到普丁到底如何理解他的實質內涵 比如說去軍事話是什麼意思 是啊 那就傳出說 俄羅斯的外黨拉夫洛夫給了一個清單 上面就是武器的清單 說這些武器烏克蘭都不能發展 那聽說就讓烏克蘭拿回去吧 你們自己判斷一下你們能不能做到 這是第一點 做不到的話就是談不成 那就繼續打 是啊 那另外一個就是去納粹化嘛 去納粹化坦白講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他的實質內涵 如果僅限於亞素營要被姊妹解散 這個就好處理 因為那個就是只有主要就是那個馬利歐普那一帶 可是如果說牽涉到烏克蘭政府內部有黑名單 或者說有一些人要接受司法審判 那這個就複雜了 這個就可能會導致哲倫斯基的一個困難的處境 就是說如果他想談 那那一些可能被列為黑名單更幼的人會去阻止 所以他就會變成內部也有一些更保守的力量 會阻止他去談 所以我坦白說這個談判真的難度非常高 就是去軍事化跟去納粹化那就看普丁 到底是要求到什麼程度 那事實上如果普丁在這裡都沒有讓步的空間 那我真的是不論關 你看喔 兩邊都有在招兵買馬的 像美國官員就說俄羅斯有在招兵買馬 在敘利亞招什麼招兵買馬 參加烏克蘭的城市戰 或甚至我們說項戰 那但另外一頭呢 欸其實好像烏克蘭這邊不是也有 就像剛剛亮哥講的嗎 有些什麼志願軍 志願軍 甚至啊連南韓都有個YouTuber 要到烏克蘭當義勇軍 結果南韓的政府強烈的反對 要罰他折合台幣大概差不多23萬 但是呢他知道他要被罰 他說如果我活著回來 我也會負起所有的責任以及責罰啦 你看現在呢到底是不是這個基輔有任何即將要被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跡象怎麼看 接下來勢必會對基輔強攻猛轟 這個空型飛彈還有這個戰鬥機空中的這個武力 對於這個地面實施的這樣一個轟炸也免不了 還有這個飛彈的攻擊就更不在話下 為什麼要先打這個文尼查機場 文尼查機場是在烏克蘭的中西部 他是在這個基輔跟利維夫他們兩個地方的中間 有點像中間 然後離基輔大概距離是243公里 一方面可以斷了這個 他們利用這個文尼查機場 如果說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 俄軍的這個立場 他們希望說把這個文尼查機場給炸爛之後呢 萬一他們撤到利維夫的這幾個五個 其他尤其是美國啦英國啦德國法國 這幾個國家的他的大使館 或是西方的一些援助的力量 會從這個利維夫從邊境 然後再送到了這個文尼查機場 或是文尼查機場這邊 作為一個空中橋樑 他可以斷了這個 他的一個這個中間主要的一個通道 那還有就是 打個岔打個岔 你剛剛因為講到大使館 我剛剛漏講了一個 什麼呢 大陸的駐烏克蘭大使館 又因為今天清晨緊急通告 7號清晨 說烏克蘭的大陸民眾趕快走 趕快離境 對 那就是要打更大規模的戰爭 有這種感覺 因為美軍的情報單位都證實 俄羅斯的95%的邊境的部隊都已經 也就是說之前的20萬 已經大概也超過189萬 都已經在烏克蘭了 那這兩天我剛剛前面也提到 他特別沒有什麼特別的戰事 就是飛彈還有照樣轟 火箭彈還是照樣發射 但是沒有大規模的地面部隊挺進 標示他們其實也在等著整補完了之後呢 要接下來這個規模打的這個戰爭更大了 而且是一定是把幾個重點的城市包圍 一個一個拿下來 而且會加強他們轟炸的力道 那基輔一定是主要的名單當中 然後我剛剛說的那個文尼查機場 還可以斷了基輔的他們一直想要斬首的 烏克蘭包括 折倫斯基在內的主要的幾個黨政要員 如果想要透過先從路面 陸地上然後這個跑道的文尼查機場 再從空中的這個管道離開 他就斷了他這個懸念 所以基輔北面的那個軍民用機場 之前早就被這個俄羅斯拿下來的 那現在基輔西南方的243公里的這個 文尼查機場又被炸壞了 所以看你怎麼跑 所以其實這是多面向的 那還有剛剛提到說各國招兵買馬什麼的 這個對於烏克蘭來講 國際志願軍 大概這個上個禮拜週末週日 陸陸續續就到了 美國也有三千個人 也會不乏退伍軍人說要報名 參加這個國際志願者軍團 然後去這個幫助烏克蘭 那韓國當然 和像幾個國家都有這個日本自衛隊 聽說有退伍的50個這個自衛隊的官兵 也要去報名參加 那這一萬八千的這個兵力有人說是兩萬 投入到烏克蘭的確對哲倫斯基的喊話 和凝聚他的這個內部的明星司機有幫助 俄羅斯為什麼要招募敘利亞呢 因為敘利亞過去長期陷入內戰 那敘利亞很多的城鎮早就成為廢墟一片 敘利亞的政府軍跟俄羅斯在那邊成立了一個 他們那邊有一個華格納的這個僱傭兵的 這個國際僱傭兵兵團是俄羅斯的富商成立的 華格納兵團在敘利亞 在那個大馬士革那一帶訓練了很多敘利亞的 不管是他們的官方的武裝的民兵或政府軍 有很多城市戰的軍員都在敘利亞 敘利亞是過去幾年在打內戰的時候很好的實驗戰場 所以碰到了烏克蘭 俄羅斯的軍隊他們過去不管是跟中國合作軍演也好 或者是在跟白俄羅斯軍演 他的標的物都是那種大規模的野戰 或者是遠遠比較空曠的地方 或者是露天的戶外的這樣的一個這個地形地貌 那碰到了城鎮戰他們的確沒有像美軍 常年在這個波斯灣在伊拉克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城鎮戰 或在非洲有些國家的內戰 有這樣遭遇的經驗 所以他們找敘利亞是一定就是看得出來 他們就調整的方向 那我就把有經驗的這個兵找來 因為現在烏克蘭擺明的就是要打遊擊戰 打了就跑 你看他單人員西行式的單兵的這個刺針飛彈 或者是對地的這個反裝甲的標槍飛彈 就是一兩個人躲在樹叢或躲在建築物裡面 居高臨下或是躲在看不到的地方 戰車他一定會有死角還有裝甲車 就打了你打了你就跑了 這個就是典型的游擊戰打帶跑 而且標槍飛彈跟刺針飛彈 都有這個射後不理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發射出去 我就可以趕快隱蔽藏起來了 所以面對這樣一個可能的未來的巷戰游擊戰 俄羅斯他也調整他的戰術 所以剛剛講說 什麼這兩天沒有什麼動靜 然後普丁是不是想要活捉折倫斯基 再從中國大使館全策的反應看得出來 接下來的戰爭只會比我們之前所知道的 前11天打的更大規模 甚至火力還有我覺得 我始終覺得烏克蘭的民眾是最可憐的 尤其你來看這一張 劉威時報最新的圖 好來亮哥帶我們看一下 就是他個股力量都要往基輔集結 基輔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這個點 那你可以看到北方的往下 然後在基輔的左上方 他成立了一個直升機的前進基地 然後基輔的周邊都已經發生炮擊跟轟炸 那基輔的下面也有一個住宅區 就一個住宅的社區也被轟炸 所以我覺得這些力量大概就是要 我覺得總攻快開始了 針對基輔了 那剛剛近平有講到那個卡爾科夫 好像有進有退這樣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因為他要拖住烏冬的烏克蘭部隊 讓他不能過來 讓他不能過來 這也是一種戰術 這個就有人說是 戴子把他封住了 包夾 然後他因為烏冬的部隊 烏克蘭大概有12萬人 所以就讓那些人 哈爾科夫是第二大臣 所以不要讓他有機會過來基輔資源 全球脈動一手掌握 每天一小時不囉嗦 2022我們再衝一波 百萬訂閱 盡速的達標 請教官動員點招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加入訂閱 接力衝刺 頭條開講百萬粉絲即將要誕生 請您按讚分享訂閱 讓全球的百萬華人們 一起分享這份遺讓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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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